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,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,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。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,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,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。 学佛光是学佛的知识就很难处理,修心要下功夫,单单学知识就是一方面最重要是要理解。 很多人一辈子学佛不能理解,所以学到后来就越学越语尺。 所以人在社会上,很多人很难控制住自己,包括脾气,包括自己的身体,包括自己的命令,都很难来改变。 因为我们人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。 每个人试想一下,你们那些生主到今天,有几件事情你们能做主的。 为什么搞这个工作,为什么这个时候结婚,为什么这个时候提早跟别人发生矛盾,纠葛,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命和运。 所以有时候,人逃不过命运,就是自己做不了主。 人不但在人间做不了主,更可悲的是,以后过世,又不能做主自己的灵魂到哪里去。 因为人死后,因为人死后,灵魂离开肉身,你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。 一般的人灵魂离开肉体之后,就飘飘荡荡的,慢慢地进入一个时光随道,黑洞洞的。 拼命地想寻找一个光明,然后,当他看到一些亮光的时候,他也会看到很多他过世的人。 这个时候,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过世了。 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,还在人间。 然后呢,就会跟着一些自己过世的亲人。 他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过世了。 跟着他们一直在下面走,然后就是轮回。 所以,佛法界把这种朦胧,人的迷惑,颠倒,一直从人间,讲到你离开人间。 所以,人很可怜。 因为我们在学佛当中,在三界当中学佛。 首先要学会自主,不要懒卓。 就是受别人的影响,人家怎么做,你也怎么做。 人家说什么?人云我云。 所以,不能控制自己。 不能知道自己在不在堕落。 所以,很多人,别人吸毒,他也吸毒。 别人追逐名利,他也追逐名利。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利对他来讲,会产生什么效果。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利是虚幻无常的。 一切都是空的,所以,肢体才会慢慢的堕落。 我们记住了,学佛就是让大家能够自己给自己做主。 不受外界的污染,别人贪嗔之外衣,我们没有。 别人去追求,我们不要。 我们知道,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空的,这样你才会自主。 你去看,坚持学佛的人,他是自主的一个人,他不会堕落。 记住了,会飞的鸟,才不会栽下来。 我们仍然要精进,不能懈怠,不能倒退。 一个人懒一间,就会懒一年,懒一年,就会懒一生。 一个人学一点,就会学多点,学多点,就会改变你的人生。 人类一生残花一现,就像很多年轻的小伙子,很多年轻的女孩子,一转眼已经三十十岁。 她们就像一朵花一样,开了就现。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何处为真呢? 哪个事情可以永远带走的? 小时候的理想,小时候的训练,跟同学的友谊,和老师的友谊,和父母亲兄弟姐妹的友谊,随着年龄的增长,随着在人间的斤斤计较,最后什么都得不到。 所以要爱护众生,帮助别人,就像爱护自己一样。 既然知道是空了,就要放下。 既然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实在的,为什么要去把它抓在手上? 既然知道今天这个事情会过的,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今天这个事情? 我们人很可怜,因为我们把假的都当成真的。 想想我们小师父跟人家争多少,跟父母亲争,跟兄弟姐妹争。 所以单位里的领导同事争,争到最后,现在你们有什么你们告诉我。 你们过去真道的,现在还能带来吗? 一切都是虚幻。 所以自己要精进修行,要静三叶。 自己的三叶要特别干净,就是干净自己的身口意。 所以一个人看人,你身上干净不干净,就是看你的行为。 嘴巴干净不干净,这个人就有素质。 你身上坐不定站不定的,坐在一个地方不停地晃,眼睛不停地转。 这种人没有大出息的,就要根本稳不住自己。 你看一个大老板啊,大领导啊,或者一个总经理啊,他坐在那里,路路不动。 所以这个叫修养,静三叶,就是头脑要干净,思维干净,行为干净,预言干净。 很多人不开口,长得漂漂亮亮的,一开口,没人看得起。 所以,先修菩提心,才有处理心。 先要把自己的心,静三叶,干净。 然后修菩提心,去帮助别人的心,去可怜别人的心,才有处理心。 处理心是什么? 就是人间一切无常,没有一样带着走的。 所以我们要修,离开这个世界的心,不是叫你现在就离开,叫你要准备好。 以后终有一天会离开,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去,真不要去抢。 所以,先修菩提心,才有处理心。 要行实善,众善奉行了,诸恶莫作,所有的善全部要做。 只要是善良的事情都要做,对别人好的事情都要做。 所以,学佛人可以破除众生自我执着的假象。 你去看好了,不卖账的人嘴巴里硬的,实际上他心里都是虚的。 所以你去跟这个人讲话,这个人说,哎,我就这样了,我就这样,其实他心里很虚的。 这就讲到人生了。 他说他这样这样,实际上心里虚的不得了。 你去看在这个世界上,人都是以假象充实的这个社会。 他越炫耀什么,说明他越没有什么。 他炫耀自己很有钱,这个人没钱。 他炫耀自己很漂亮,他不漂亮。 他炫耀自己,我这个人肚子不饿的,你看最后吃的比谁更多。 很多人说,我无所谓的,我这个事情无所谓,他很有所谓。 他越说的每一件事情无所谓,对这件事情,说明他有所谓的,他才会感觉到,自己要说无所谓。 现在大家明白吗? 希望你们要破除执着的假象。 破除假象是什么?会看人的。 很多人跟你说什么,你不要听他,假象的。 外面的人跟你说什么,你要当心的。 你们被人家骗,就是没有看出他的假象。 这个人跟他说,我真的不要赚钱,我钱有的是,不用赚钱。 实际上他有骗子,他就是骗你钱。 因为我这个人不好色的,我什么都没有,我没关系的,他不会跟你,这个人我告诉你一定好色的。 人家没想到,他就想到,师父就教你们学活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 但是,现象是假的,所以解脱所有的枷锁,自己内心的枷锁,所以众生因为迷恋人间的一切。 你看我们对人间的一切都迷恋了,这个也放不下,那个马也放不下。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,买不到房子说这座房子不好的。 娶不到这个女人说这个烂女人,精神不能萎靡不正。 一个人精神最重要,钱可以没有,但是精神不能没有。 任何一个人,心里都会生出种种乱象,心生种种乱象,就是想不通了。 为什么?你们记住,小时候我们从小就说,这是为什么? 很多小孩子从小就问,十八个为什么?这是为什么? 我告诉你,这就是现象的种种生出,因为你看到别人了,你有对比了。 因为你看见别人有了,你看到自己没有了。 但是你自己有了,你从来不会看见别人没有了。 这就是人生。 当菩萨叫你看到别人有没有的时候,你才是真正的菩萨。 所以精神萎靡不正,就会新生出种种乱象。 种种乱象就是不开心啊。 很多女人本来跟老公生活过得很好,结果几个女人天天讲, 她的老公好,她的老公怎么对她体贴。 她回去就看老公不顺眼了,就觉得老公不好了。 新生出来的种种乱象,每天就我知产生了。 我认为,我知是什么? 你认为,你觉得,你认为,你认为,你个人的认为,并不代表这个事实的真相。 你执着某一件事情,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是对的。 你们试想一下,你们从小长到大,你们认为多少事情是对的。 我有个徒弟说,哎呀,这个事情解决了,我保证放下来,我只要跟孩子这样做好了就好了。 哎呀,我只要等到什么,我的母亲百年之后,哎呀,我也心定了。 没有听过,这件事情解决了,她又记挂另外一件事情。 她心中永远有挂碍。 她拥有什么? 她因为我知产生了,所以她有自我。 所以要学习无我。 无我就是只想别人,不想自己。 做人要为别人想,少为自己想。 学佛,学菩萨就是,菩萨是无我的精神。 永远想到要帮助别人,你这个人才能成功。 你才能转菩提心。 你们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吗? 不单单是慈悲,而且非常非常的智慧。 你们在世界上每件事情都拥有智慧来做,你们就不会后悔。 很多人一辈子做很多事情都是后悔的。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 所以做出来之后,果报来了,他才后悔。 只是希望大家,要用无我的精神,可以进入无生。 因为你没有自己了,你就不会生出烦恼。 我经常跟你们举个例子,在单位里,人家在骂。 谁这么下流啊,把办公室弄成这样。 十个职员在里边,十个客员在里边。 谁这么下流啊,那个人在骂。 这种人啊,不要脸啊,大家在骂。 你如果误我,不是你弄的,你误我嘛。 不是你的,你不会生气的。 这个人是他弄的,但是他假装不是他的。 你说他会不会生气,一定会的。 到最后会跳出来。 弄了又怎么样? 生疼烦恼了。 你们没弄过啊。 就我一天搞脏了。 你们没有搞脏过啊。 他因为有我像,他执着了,他跳出来。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,无声就可以进入悟性。 所以没有生出烦恼,心,没有生出人间的贪心,恨心,愚慈心。 你就慢慢进入悟性。 开悟了。 你看,在这个社会上不跟人争的人,都是开悟的人。 你去看好了,你在排队的时候有人插队了。 终于有两三个人跳出来。 哎,这个人插队,他把他气得不得了。 你凭什么插队啊? 这几个人都是没修的。 你说有修行的人站在后面,你插不就插了。 插队就插队。 找一个人,晚一个人,有什么关系啊? 他境界不高,他自己终有一天被人家占了。 这么挤队人,这么动小脑筋,你自己只要守不规定就好了。 很多女人一看,我老公现在在外面花田酒地了。 我也找男人,家就破了。 你的境界是你靠你自己来保持的。 他的境界不好,他自己的业自己背。 你去给他争什么,抢什么。 所以悟性,有悟性的人,不跟别人争的人,就是正性活法。 你们看,师父给人家争不了。 你看,心灵网门,师父教里面都要去给人家争。 好好的自修,学佛念经修心就可以了,放生。 不要去给人家争。 你一直不争,一直是平和的,人家就了解你了。 今天跟人家斗,你还要学佛啊。